干嘛呀 嘘 公主 此次新入宫的宫额已在宫外候着了 就等你亲自挑选 让他们进来 是 拜见公主殿下 一脸妖媚 分明心怀不归 不可留 是 你这幅楚楚可怜的姿态做给谁看呢 也不能留 是 这些管事的究竟是怎么挑选公额的 一个两个看着就不让人省心 破唤无穷 还不如干脆一个不留 是 公主殿下 这一排全部都下去吧 是 你 把头抬起来 忽踪忽先保佑 千万不要啊 我要进帝君 我要报恩 这还没见到面就被踢出去 可要被司命笑死了 启禀公主 公主殿下 东华帝君回宫了 回宫了 到哪了 离宫门还有几十丈远 今天谢谢你啊 我叫小九 我叫昭露 昭露 昭露 你怎知公主是这般性格 我阿杰在太成宫当过一年差 与我说起过 知鹤公主刁蛮任性 但帝君就她这一个妹妹 也随她较纵 可是帝君她出生于碧海苍林 无父无母 怎么会有一个妹妹啊 知鹤公主的父亲 对帝君有养育之恩 故而两人结为一兄一妹 知鹤公主自小便爱慕帝君 你生得如此好看 要想平平安安地在太成宫生活下去 一定要小心躲开那个公主 别惹麻烦 知道吗 你到底是下不下 都磨蹭蹭一炷香了 连宋见过帝君 小心见过帝君 骆子无悔 三殿下 你这番奇谋妙计 未免也有失了些风度吧 这下棋就跟行军打仗一样 兵整 鬼道也 你说了 罢了 三殿下刚提及的帝君 不知是否知晓 为何近日来 帝君频繁地出入善访啊 原来太成宫也有私命 不知道的事情 有 很多呢 帝君的事 我可以告诉你 那承遇援军那人 互通有无 愿闻其详 好 你知道吗 帝君近日爱上了 钻研厨艺 厨艺 帝君竟还有此等的爱好 那想必他老人家的厨艺 必是非凡了 岂止是非凡 那帝君的手艺 必定是精彩绝艳呢 自古先君 远刨厨 不想帝君这么与众不同 不过这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 这过些时日正值是芙蓉花开 帝君要大家一起去太成宫 谈道论理 到时候定能领略到帝君的厨艺 不过这还需再等些时日 倒是一会儿啊 帝君邀我去太成宫 提前品尝一样 不如你同我一道歉吗 还可以提前领略一下 帝君的一番心意呢 那小仙先谢过三殿下来 不必客气 我要谢你才是真 走吧 谢我 谢我 这死命 他尝到了地军手艺 居然兴奋地晕了过去 我本时候不让他来 他非要来 你看看你 在地军面前如此失礼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赶紧出来救人 地军的手艺你们还不知道吗 非要看着四辈送命 来人呢 快快快 将四辈先进扶起来 真是早起的小兽有失职 我竟然一大早就碰见地军了 他 他 他竟然笑了 你在看什么啊 地军刚刚笑了 谁要倒霉了 倒霉 嗯 千万记住 地军一笑 绝美好事 不会吧 像地军那么好的人才不会呢 快走吧 不去候着 会挨骂的 四辈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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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辈先住 四辈先住 几十万年 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这么害我 四辈先住 谁如地狱 谁如地狱呢 你看到没 四命青军不愧是南极长生大帝坐下低得力之人 如此大车大悟 普渡众生 三殿下 帝君明明只邀请您一人 哎呀 突然想起来我佛经还没念完 赶紧回去 别误了帝君的芙蓉宴 嗯 这 这 承语 承语 承语的韵簿我要查一查 我要好好查一查 查一查查一查 都给我精神点 六月十五是休暮日 今天宫内的每一处 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你们几个 去茶园将茶叶摘尽了 是 你们几个 去回廊将凉亭好好擦拭 是 你们去打扫片店 是 偏店 就是枝鹤公主的寝宫 是福不是祸 是福躲不过 走吧 嗯 怎么才来 太成功就连偏店都不值得这么风雅好看啊 这太成功的每一处 都是帝君亲自陈设 自然是风雅好看了 帝君还真是什么都会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这沐风蝶送进去 沐风蝶 我曾听哲言说过 这种蝶平日沐风而舞 遇水就会掀起飓风 还不赶紧接着 姐姐 我们都是新来的 这沐风蝶实在不是我等能掌控的 若是出事惹怒公主 还得连累姐姐受罚 日后 让你们做什么便做什么 现在不会 就多做几次 自然就会了 赶紧拿走 是 你怎么就硬下了 这分明是个烫手的差事 没人愿意做才塞给你的 放心吧 我从小就在我家乡那边铺蝶 没问题的 小事一撞 九重天舞都上来了 这还能拿得到我吗 这灰尘飞得到处都是 气味也难闻 若是一兄来我宫中了怎么办 快撒些花露 是 沐风蝶怎么还没送来 来了来了 快点 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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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为巴文啊 千万千万不要暴露了你青秋地基的身份 是谁 公主赎罪 是奴婢错了 奴婢没有管好她 还望公主赎罪 你如此毛躁 险些伤到公主 太成功容不下你 公主恕罪 还望公主可以高抬贵手 抬起头来 一兄说了 对待宫中仙娥 需宽厚一些 便发你去打扫喝糖 摸一摸你这性子 公主仁厚 你还不快下去领罚 是 谢公主 奴婢拒退 小蝶 可怜 你也是倒霉 被绝入这场无望之灾当中 是 罢了 你以为也算有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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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我一下啊 我先找到用具 然后再帮你上药 哦 就这个了 是不是有点痒痒的呀 我呀 从小就是青秋第一条皮捣蛋 我经常会害我的小伙伴受伤 所以呢 我也就练就了一身上药的本领 这都是我的经验之谈哦 好 好了 糟了 帝君的东西竟然用了具的原样粉 完蛋了 哎 哎呀 是怎么办啊 哦 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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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尾护尾间最柔软的猫 还做不出一只好笔来啊 听说帝君平日饮茶的茶具 都是他亲手烧制的 不仅如此 他琴棋说话无一不同 是天下少有的风雅之人 连整个太陈宫燃的香 都是他亲自调的 整个九重天啊 没有一个人能模仿得出来 我知道了 你是不想让我在帝君面前露出马脚才帮我的吧 谢谢你 嗯 这下就连味道都跟这里的一样了 啾 帝君 帝君 你向来沉稳 为何今日如此慌张 帝君 有孟昊的消息了 这么多年都找不到 他隐居到哪里了 白水山 魔族南荒的白水山 是 出来吧 我的剑 也不认识了吗 你 冯昊 拜见帝君 起来吧 你为何落得如此境地 令帝君 前代赤之魔君 以其君后为诱饵 师济将尘困在白水山 且用秦龙锁穿我龙骨 封我法力 月月年年守护着滩中龙脑术 以你的法力 我不信 请之一物 入骨入髓 臣修为不够 度不过这场情节 被困于此 实则心甘情愿 心甘情愿 你这又是何苦 臣 受魔族引诱 愧对帝君 愿在此受劫 以偿罪责 我若在意 就不会前来 请帝君成全 你不走 是在此处有所迁念吗 臣不敢欺瞒帝君 确有前面 值得吗 旁人看来 这是一世劫难 可对臣而言 却甘之如疑 帝君心系天下苍生 从不单于儿女情长 自然是无法体会各种滋味 既如此 那就不必勉强 你好自为之吧 好伤害 不论我在哪儿 你都能找到我 给 果子 拿去泡茶 公主虽休的水汽抒发 但这果子至阴至寒 公主还是不要过多使用 你既说不许 那就不许吧 魔君下令说要见你 哥哥 哥哥怎么突然要召见我 传话的魔将说 是有要紧事 那好吧 我去一趟吃红殿 待会儿到了积衡那儿 可别乱说话 别跟老子丢人啊 是 老子休息前期书画已久 这次定要一举拿下积衡方信 老子就不信了 我 谁 聂出银 正是在想 小燕莫君 别激动 不对 你在这儿干什么 莫非你也对积衡有益 小燕莫君 我算哪个葱啊 又怎敢觊觎公主呢 算你实相 把老子给积衡的项链准备好 是 公主不在宫里 你怎知道 你对积衡行踪如此清楚 适合居心 小燕莫君 有你在 我怎么还敢有什么居心呢 是摩君让我去找公主 我去连公主的面子没见着 哦 哼 好 那老子现在就去吃红殿 哥哥 哥哥你找我 侯儿 你可知道 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 何人不知何人不晓 哥哥提他为何 我想 让你与东华帝君成婚 你说什么 你要积衡 与那东华联姻 衡儿 此事事关重大 关乎到我魔族的未来 你可考虑清楚了 再与我答复 毕竟 像这样身份尊贵的父君 也只有我妹妹能够与之匹配 续阳 你连自己亲妹妹的终身大事都可以牺牲 言耻悟 此乃我赤魔族的家事 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嘴 你 续阳 我好歹也是个魔君 你把积衡嫁于我 也是大军为重啊 你若是不把积衡嫁给我 我就造反了啊 大军为重 大军为重啊 不用法术的话 什么时候才能扫完 攻凝帝君先进啊 攻凝帝君 去吧 去吧 帝君 帝君 羽如 小九 你这丫头也太不懂事了吧 居然敢站在公主前面 对 林兆 林兆 你回来啦 嗯 英雄 前几日 天君赐雨之后的苦无情 上至二阴总有瑕疵 还望英雄赐教 天色尚早 也好 别仗着你有几分姿色 便敢觊觎我 英雄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在想什么 你这样不知礼数 行为莽撞 冲撞帝君 今日便跟我离宫 来人呢 知贺 英雄 我马上就来 我现在没空处置你 你今日若能把 池编的菩提叶扫完 我便留你于公主 英雄 等等我 你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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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自量力 就凭你也敢惹我们公主不快 可以刁难 真是过分 怎么了 你有办法啊 还是你罪我办法了 禀公主 庭院已被打扫干净 是否可放小九回去 这么快 小九 公主 我好心给你机会 你居然敢偷懒 还用上沐风蝶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来人呢 给我仗心二十 赶出宫去 是 公主 放开我 我已经按照公主的吩咐 将庭院都打扫干净 为何还要叫我住出宫 怪风四起 你怎么能扫得干净 公主殿下一直在宫中 怎么知道怪风四起 你还敢狡辩 加上顶状之罪 两罪并罚 仗心四十 还有这沐风蝶 算什么仙灵妙物 沐风蝶它是无罪的 还请公主殿下开恩 我要把她打入凡间 从头开始休息 沐风蝶什么都没做 你为何要将她打入凡间 看来这丫头 今日只要跟我过不去 是客人输不可 谁人在此喧哗 重林听见喧哗声 恐扰了帝君期末 特来查看 不曾想 却是知贺公主 我并非想打扰义兄休息 只是这仙鹅太过可恶 我才恼了些 重林莫告之一凶 既然是仙鹅礼节生疏 罚她在膳房里撕过便是 好好反省 这 还不快对下 那沐风 快去 快对下 是 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 更深入重 早些歇息吧 你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怜了那慕风蝶 明明什么都没做 都怪只和那个臭脾气 把人家打得不知道哪里去了 罢了罢了 无忧花都开了 无忧无忧 既然那么应景 那就许个愿吧 希望这太成功 可以一直无忧无惑 一直很美好 祈福也祈福完了 总归不能浪费你们 对吧 感觉还少点什么东西 雨时花根 东海冰晶 还有紫禁蜜露 这还差不多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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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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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用新技法烹饪的糖醋鱼 说来也惭愧啊 第一次小仙品尝这道糖醋鱼的时候 一时失态 还未打坐竟可原地入定了 参悟到了许多困扰小仙的迷津 再回首也是念念不忘啊 不如今天就让三殿下率先品尝 也好指点我再好好地品味一番帝君的禅意 岂感情啊 我已经尝过一次印象都特别深刻了 好东西不用再吃第二次 我拿白檀香熏过 味道定是不痛 三殿下 请吧 请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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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明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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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真是因祸得福 我终于能见到敌军了 完了 完了 这下完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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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酒送到 糕点还未送到 之河前去查看一二 还请义兄及各位稍等片刻 小酒 公主 你不在膳房思过 跑来这儿做什么 膳房人手不够 他们又怕贵客会久等 所以才命我来送糕点 不用了 我来送 你马上回去 记住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出膳房半步 可是我又没 不行 我都来这儿这么久了 今日我一定要见到敌菊 嗯 义兄 糕点到了 嗯 帝君啊 您这厨艺 您还是寻点别的乐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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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嗯 想吃吗 想 那我喂你 好 嗯 嗯 嗯 三殿下这里是不是有幻觉 是不是 哇 这糕点 外表素雅 那像是别有洞天哪 唇指尖全是那无忧花香的味道 还带点 紫金蜜露的甘甜 这些人 关键是能让人有如此之静 妙 我 实在是妙 你这鱼不行了 你尝尝 这是谁做的 嗯 知鹤剑义兄近日醉心厨艺 也跟着尝试一二罢了 可曾取名 未曾取名 还请义兄赐名 无忧花城 就叫无忧高 嗯 做得不错 谢义兄 敌军称赞我的糕点 哟 敌军 你怎知这无忧高 就叫无忧高呢 我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你们这两个祖宗今天是人翻要我的命吗 哎 哎 那不是哎呀 小仙竟然悟到了 啊 生老病死 愿增慧 爱别离 求不得 无取运 这一瞬之间 我在这盘糖醋鱼中 仿佛已经体味了个变 帝君之心 大慈大悲 无法无天 啊 他吃完了 嗯 一兄这是厨艺老德 既让思命兴君有如此感悟 小殿下 你怎么来了 尾巴尾巴尾巴露出来了 哦 思命兴君 思命兴君 你怎么到那儿去了 啊 啊 小仙方才发现这边有一只小狐狸 绅士可爱 本想斗完一番吧 跑了 真的有小狐狸啊 嗯 刚才跑了 在你身上吗 拿出来看吧 说不定能做一条水滑的皮肩呢 这个三殿下实在是太可恶了 居然想把我做成皮肩 三殿下 三殿下 小狐狸 我太成功的仙兽 训教有方 断不会如此没有规矩 天君若是有我八分用心 你也不会生得如此跳脱 嗯 就是就是 帝君 您怎么能将您家的小狐狸 逼揍我呢 实在太欺负人了吧 这都算是便宜你了 不过 帝君这次又救了我一次 一恩加一恩 这恩 可真是报不完吗 绵绵天涯无绝期 看来要报到天长地久了 我寻找你 楼独天涯无绝期 我寻找你 是吧 我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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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我寻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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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 怎么样 林宋这个人虽然心眼不好 可是他居然品位不错 我就放了三滴紫金蜜露 他居然都尝出来了 紫金蜜露 你胆子太大了 虽说咱俩是过命的交情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了 我保不了你啊 万一哪天你被他们发现了 你怎么跟青秋交代 我又怎么跟九重监交代 那我也没办法 我都来太成功那么久了 今天我才是第一次见到帝君 我差点都没忍住 我平日要做很累的差事 也没有个像样的地方睡 要一直待在扇房里 连个落脚的窝都没有 我就跟你说不要来嘛 你这是何苦呢 四命 你呀 可别伤了这小狐狸的荡 成一元君 你怎么没在你的元君府 就过来了呀 你这小丫头 怎么上了九重天也不去寻我 就只要欺负四命 我是来报恩的 这是秘密 这么有趣 你怎么不来找我 我帮你呀 我这不是怕给青秋丢面子吗 说说你们现在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爹跟我说有恩就一定要报 但是却没有告诉我该怎么报 这还不容易 你们知道报恩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雪中送炭 自古锦上天花最无意义 要为帝君分忧啊 这样才能与他的恩情相匹配 能为帝君分忧 那要怎么为帝君分忧啊 不就是画本里说的那样吗 偏偏公子遭劫难 并小姐大求 然后 我记得我姑姑也跟我说过 花本里是这样写的 果然还是成为元君懂得比较多呀 那当然 要有什么事你也顶不住 别怕 跑到我府上 我给你撑腰 你可别再给他撑腰了 他现在已经够胆大包天了 你要是再给 陈云君 你对我最好了 四明儿 我还没找你麻烦呢 是谁把我的事 透露给连颂的 连颂 连颂这个人最坏心眼了 他还说要把我做成什么狐狸 披肩披在肩上 我差点就要现出原形 跟他大打一架 那种花花公子啊 离他远点 他就是那种一肚子坏心眼 接近你 拼命地想要你冒犯他 他才好抓住机会加倍冒犯回去 真坏啊 幸好你没中他圈头 来 程元君 你过来跟我说说要怎么样才能包了 我跟你说 这种事呢 就 先打个没人的胃 你还认呢 你还认呢 是吧 公主殿下 奴婢制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还望公主殿下恕罪 最后那道糕点是你做的 正是 因为不小心将糕点打翻了 所以就用自己家乡的糕点来顶替 以后再也不会这样 做得好 可不是做得好吗 还让帝君夸赞呢 务必要把那道糕点如何制成的一点一滴都交给我 既然一兄夸赞我 那我便是要次次都做得这么好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这便完成了 花心呢 内馅呢 无忧花自然是用在制作无忧膏的外皮上了 既然是叫无忧膏 那它的内馅自然是由直勺之人的心思方可完成 心思 既然叫无忧膏 无忧无忧 那便是要对症下药才好 那花心的话 就需要用公主自己喜欢的心就可以了 那我要放一兄最喜欢的茶 快 上茶来 请问公主要上什么茶 什么茶都上 是 去 照公主说的去准备吧 是 这该如何是好 吉恒喜欢的琴琴书画老子样样都不擅长 短时间内也学不成啊 等到吉恒嫁给东华 便是学成也晚了 母君 饭菜也备好多时了 不吃不吃 忙着呢 要不 奴婢帮你端来 今天 后厨特地为你做了红伤魔兽 红伤魔兽 如此不雅 吉恒怎会喜欢 跟后厨特说 以后不要再做了 还有啊 老子要是取不到吉恒 我把你的肉拿去红烧 管他 我魔族崇尚狐狸 老子先打赢东华 停了他们的婚事 打赢东华帝君这样震撼四海八荒的事 想必吉恒也会高看我一眼 到那时候老子再去提金 岂有不成之力 允苏 你还记得 小时候我们常来这片树林玩耍吗 嗯 身为魔族公主 平日里休息的功课繁多 总是忍不住偷懒 在众多魔将中 只有你敢陪我来这林中玩耍 也因为这样 所以你常常遭到哥哥的责罚 公主只有在这林中 才会开怀大笑 只要公主开心 允苏就算受点小小的惩罚 又算了什么 可是你可知道 我笑 并非是因为 能来这林中玩耍 而是 因你我同在 我只想 能和你在一起 学院 见过魔君 询个妥贴人 将这战铁送到九重天去 若有论亲近 由昆仑虚子兰殿下 诺哥 老子早就说过 休要再提老子这个丢人的双生哥哥 去哪儿学艺不好 偏偏去昆仑虚 我们魔族就没有能打的了吗 是 那属下 去寻斗姆姥姥 务必让他亲自送到九重天 是 红手魔手 拽呀 前几日 见殷兄喜爱这小点心 知鹤今日又做了一些 还望殷兄品尝 莲三殿下 前日在宴上见你甚是喜爱知鹤的手艺 你先 谢敌君 来 怎么味道不好吗 公主 这无忧膏的口感依旧 只是 这是什么 只是他为何没了无忧之境呢 好你个小酒 小酒 公主 为何我做得如此难吃 你居然敢耍我 公主明鉴 奴婢不敢细耍公主 只是 这无忧花糕的花心 人人都会有所不同 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结果 人人不同 既然义兄喜欢吃你做的 那我偏要和你做的一样 公主的旨意 你敢不同 奴婢不敢 其实我做的无忧花糕也是一些很普通的材料 我用的也是东海冰金紫禁蜜露 我也有 这雨时花根有些不同 不过是雨时花根罢了 这有何难 哎 这普通的雨时花根怎么能称得上公主您呢 依我看 自然是要用 往生海中心的雨时花王的花根 才是绝妙啊 这样公主思思珍贵的心 帝君她才能感受得到 好 不错 雨如 替我整妆 去往生海 是 跟我走 是 公主啊 愿你也能早日大彻大午 好好做事 还有我的腰啊 我得好好休息一下 晓晓你干嘛呢 天归是不准人犯了吗 你还愣着干嘛 你与我一同前往 我亲自 监督你债 啊 既然雨时花根就在海底 小九 你下去给我挖来 啊 茶点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是 是 帝君 德姆姆送来魔君烟池物的战铁 请求与您一战 帝君 这该如何回复 崇林 你看这茶叶如何 我 启禀帝君 崇林 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那你可知道 茶叶最讲究的是什么 帝君以前说过 茶叶最讲究的便是 采茶硬石 石机 崇林明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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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真幻彩生灰 走 回太陈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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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 公主 明明应该是这公主受教训的 公主 怎么倒霉的确实我呀 别 停下 难道连老天都看不过去 因为我不乖 公主 要惩罚我吗 啊 贺喜公主 一番用心终有所得 帝君一定会喜欢 鱼坐上了吗 鱼已经在锅上了 就等你来烹制 你待我先回宫换到竹钗 一胸马上就回来了 你 留下 去膳房帮我看着火候 是 这糖醋与奶凡间美味 必须要人间的厨艺 你仔细帮我看着灶火 绝不可偷懒使用仙术 若有半点差池 我拿你试问 是 东母姥姥到底有没有把战铁送到啊 这都多久了 不是让东母姥姥亲自去九重天送债铁的吗 这么一去就没有消息了 哎 莫军 我有一朋友 倒是能帮你到一时三天打听一二 快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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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衣白发 东华帝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现在让哲言来帮忙 他会不会取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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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玉 摩军 你那个朋友到底行不行啊 冰块里什么时候才敢跟我打 他还未回话 真老的这都多久了 摩军不行 我那朋友有特殊方法 能求见帝君手下管事重林 他是个鲤鱼精 鲤鱼精 给你帝君 我让你帝君 我不是在做梦吧 帝君帮我捡簪子 不错 公主的这套珠柴真好看 什么味道这么香 见过公主殿下 崇陵 义兄卸下在何处 帝君前往膳房去了 难道是我的唐醋鱼 相不相实理 公主 此时只有小九 一个人在膳房 万一他带领公主功劳的话 他敢 帝君 智贺见过帝君 嗯 你还不赶紧退下 是 等等 先用热油滚过 再以菩提子小火入味 可这最后一位是 雨时花 是 义兄 是我特意去青秋摘了雨时花根 专门喂做糖醋鱼而备的 以后留在太臣宫做菜 义兄 这三次上的花 是何种花卉 这九重天上我竟没有见过 人间的东西吗 不是 是青秋的天空 青秋的星星 夜迎误入心何处 谁言之命 解之非 夜迎误入心何处 谁言之命 且知非 夜迎误入心何处 谁言之命 岐灯 解之非 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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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咱们第一次说实话吧 哪里来的野狐狸 叫他这样昏昏 丙歌谋句 收到回信一方 信上说 太臣宫茶园正值采茶时间 东华帝君没时间应战 采茶 竟然因为采茶这种小事 拒绝跟老子决斗 他当老子是傻子吗 帝君 魔族的烟齿物 冰块里啊 老子帮你把茶都采回来了 什么时候跟老子打一场啊 丛林 是 你怎么不敢看老子啊 多谢 用不着 走吧 咱们去哪打啊 近日得了几棵香树 放在园中已有些时 恐怕还得花些时间去栽种啊 你这冰块脸啊 种花切不可错过及时啊 等着 老子现在就去把花种了 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回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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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 哎 也 诶 san 这 叶莫军 叶莫军 你不能进 闪开 叶莫军 叶莫军 别拦我 叶莫军 怎么 喝一口茶都不行啊 喝 好烫啊 崇林大意了 实在没拦住 这 无妨 你那些树 我都替你种好了 咱们什么时候开打呀 崇林 园中是不是 还有两亩和汤的淤泥 尚未整齿 何时开始 那两亩和汤 许久无人问过 堆积的淤泥 恐怕也需要花费期时日 帝君若想整齿 崇林这就吩咐下去 不必 我自己来 你又想找借口 等着 叶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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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九龙天活也太多了 冰块链也是不容易 堂堂帝君天地共主 竟然什么活都要自己干 你起了 这太臣宫里 帝君一笑准没好事 崇林你刚才那个笑是什么意思 四名仙君 您有所不知 魔君烟尺物找帝君挑战 帝君本以婉拒 没想到 这个固执的烟尺物 非要与帝君一战 还将太臣宫里的杂活 都揽了下来 竟然有这种事 帝君能爱捉弄别人的脚一上来 仿佛还挺乐在其中的 他在这干了多久了 这位魔君 已经将整个太臣宫 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一遍 这魔君让帝君给玩了 如今 这宫里头可干的杂活 就只剩下隐姓灵的杏还没摘了 崇林就担心 万一魔君把这杏也给摘了 之后发现被耍弄了 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 那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还能把太臣宫拆了 这帝君哪一次捉弄人 不是全身而退 你还是担心一下 这位魔君吧 好了 我还有事 先行一步 看老子把杏子摘完了 冰块里还能有什么借口 怎么有一筐杏子呀 太臣宫这么规矩的地方 怎么会随便放东西呀 就说明 就说明是我的啦 他们都不要你 我要你们 好甜啊 做杏子酱一定很好吃 对了 帝君还喜欢杏香 再说今日他心情也特别好 如果做出美味的杏子酱 给帝君乘上的话 嗯 一定会请上天后 让帝君心情更好 走吧 小心 嗯 不对啊 老子刚才摘的杏子呢 这九重天上花样真多 连杏子都会隐身不少 怪不得冰块脸自己搞不定 还要拜托老子帮忙 哼 老子倒要看看 是这杏子自己消失的 还是有什么萧小在打老子主意 哎 老子干嘛要帮太臣宫抓贼 哎 赶紧把杏子摘完了 让冰块脸跟老子打一架才是正事 冰块脸 这宫里的杂事都做完了吧 哎 老子是来提醒你 赶快兑现之前的承诺 跟老子决斗 我什么时候许诺给你了 哎 你亲口说的 你说老子要是帮你干了什么什么 你就答应考虑跟老子决斗的事 嗯 哦 我考虑过了 不打 啊 从头到尾 你一直在耍我 我 我 我帮你采茶众树 清和堂 修瓦真心做了这么多事 你现在居然分脸不认账 嗯 翻了 如何 啊 冬花 老子跟你拼了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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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